你要看到大吉的話 就是你要不要讓民進黨下台 因為你團結還未必打贏他 你現在攻擊自己人 最後就是不團結 那不團結這選張怎麼打 這個就是很奇怪的 民進黨也很多人不喜歡賴清德 賴清德現在從台獨落跑 你說將來那些勝利台獨會被投他 百分之百都投啊 對不對 賴清德現在已經背棄台獨落跑 你有看到台獨團體出來抗議他嗎 沒有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實藍營跟利盈的顯民結構不一樣 那這個是很重要 就是說藍營每天都在自己人裡面找茶 找麻煩 然後去投靠利盈 你看國民黨過去多少發言人 多少黨中央的幹部 只要上利盈的電視台 去做政治評論沒有多久就變成利盈的人了 都這樣 包括國民黨自己的發言人 過去比比皆是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自己堅定的立場嘛 那今天看到這樣的不團結 就被人家拿去大作文章了 國民黨發言人在利盈的電視台裡面 大罵國民黨 那這個新聞大不大 國民黨自己都這樣講 對不對 那你國民黨要處罰他 就是說國民黨沒有黨內民主 都不准批評國民黨 那你不處罰他 他越講越大聲 他連國民黨的薪水 然後每天罵國民黨 你就變成哪他沒辦法嘛 過去國民黨這樣的人比一比皆是 我自己算一下大概有十幾個你知道嗎 那你用心栽培希望 他能夠去闡述黨的政策 對國民黨的嫌疾有利 結果出來的一堆都是叛徒 可是他們當叛徒不在乎 他們有錢賺就好 所以你今天看到國民黨的處境 是比較艱難的 而且他最大的艱難在哪裡 在於他的顯民結構跟民進黨完全不一樣 因為國民黨的歐利反太容易操作了 你一定要在網路放幾個 假裝國民黨的人出來放幾個風向 那一堆人就真的一鼓腦上去 罵這個罵那個 那你最大的目的是要下架民進黨 希望台灣不要讓在民進黨執政 你如果在執政的話 我們的情況會越來越惡化嘛 我們今年第一季已經 GDP已經負3.02了 從上一季 去年的10月到12月都已經開始負了 你要讓民進黨在執政的話 我們台灣其實氣溜溜 我們最大的富國神山 我們的台灣國保護不了他 各位你看看 所以今天的處境其實是很重要 明年的選舉是關係到台灣未來的命運 沒錯 總教授我剛剛想請你幫我們分析的這個民調 為什麼我要說是一個策略性民調 因為最近的時機點很特殊啦 年代會出這個沒有猴鍋互比 但是有撒卡都 然後不同狀況的是因為 據說明天郭台銘要去上年代的專訪 所以民調上面是不是要先做一個打一個配合 那之前的晚會其實也有一場是年代轉播的 那更不要提這個中華亞太基因了 之前他把柯貞做的這個民調落差跟實際結果差的非常大 那也因此呢是不是這個評比透明度只有0.5顆星的這樣的一個中華亞太基因交流協會 或者是為了明天而充啟式的民調 那真的都是看看就好 中華亞太基因交流協會現在的理事長是王志勝王教授 那麼他之前是這個協會的秘書長 他擔任秘書長的時候的這個協會的理事長是誰呢 是師大的范士平教授 所以你看到當然你可能大家可能對王志勝比較不熟悉 但你如果看到范士平大概我想大家都不陌生 對 那這個尤其你看像年代的節目也好 或者一些綠營的節目大概會一些一些比較偏綠的電視台的話 你大概會常常看到他的出現 那所以第一個你看到他的人呢 其實就你大概就不會很意外他的民調的結果 不過我還是要說其實我們看民調機構不能只是以人來決定 就是說他是他是偏向綠營的 他一定做出來是綠營的或綠營偏好的民調 我們還是要看幾個其他的指標 第一個就是說這個民意機構這個民調機構是不是常常在做民調 這個我就認為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 就如果他常常在做 比如像說現在大家最常引用的兩個 一個是台灣民意基金會 一個是美力導電子報 那他們都是定期的而且非常頻繁的在做 那這個就有相當多相當高的可信度 因為不管他的這個主視者他的偏好啊背景啊 他最起碼他的內容公開的 第二個他持續在做 那麼你看中華亞太基金交流協會 他其實就沒有一直定期沒有很頻繁的在做 雖然呢每逢選舉大家就可以看到他在做 但是呢你會發現到說第一個他不是很頻繁 第二個我們在一個重要的事情怎麼去檢視他呢 就是說你的樣本你到底怎麼抽樣的 你抽樣這些人數他的一些分佈 那這些其實通常可以看到 所以為什麼你大家其實可以注意看一下 比如像說美力導電子報或者是台灣民意基金會 他們其實都可以去讓你去看說他們的民調結果裡頭 他的民進黨跟國民黨的支持度 不管他這一次有沒有單獨做這個題目 他的這個基本資料都看得到這些 那這個你就可以檢測 因為民意就是說政黨的支持度是長期穩定的 所以你看他民進黨國民黨跟民眾黨的支持度 大概在比如像在去年大選之後 他有一個比較大的變化 否則一般來講他是比較穩定的 所以你看那個就很準 就是說這個民調的樣本到底可不可信 那麼其實你大家也注意到就是說 其實剛才董哥也講了嘛 在2016年以後我們這個台灣的民調機構 突然變得非常非常的多 那這種民調機構變得非常多 為什麼會這樣子 當然其實就是從那一次選舉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有一些民調機構感覺上 當然我們要有證據 可是就是感覺上就是在影響選舉的結果 因為他民調的結果真的是 真是跟你一般之前你看到這個民調之前 你的想像會有蠻大的差距 但是後來有一些民調結果發現到說 跟後來的選舉結果還有一點吻合 那是不是表示這個機構一定做得很準的 當然你可以用這個指標 但是我認為多數的民調做得做出來好不好 還是要用前面講的兩個標準 第一個他是不是長期在做 第二個他的樣本數是不是符合一個長期穩定的一個民眾的結構 回來說有一些民調他真的會對選舉結果帶來影響 就算他做出來的時候不是真實 他也會有誘導民意的效果 為什麼呢這個我們大家很熟悉中國的這個歷史故事裡頭就知道 就是比方向羽的四面楚歌 你看這個已經 我這個 這個是不是我們已經這個四面都在唱這個楚歌 是不是我們已經一敗塗地 已經沒有辦法再反攻了 那當你樹立了這種印象以後 很多人就會決定怎麼樣呢 哎呀反正我支持的候選人沒有希望當選 我也不想去投票了 那我就越不願意去表態 我越不願意去表態 那麼他反映出來的民意 民調的結果就越差 那反映出來的民調結果越差 就越不 有越多的人越不願意去投票 所以他會造成一種 就是叫做這個自我正成 就是自我正成的一種預言 自我實現的一種預言 就是他雖然做出來的時候 他是沒有根據的 可是他不斷地這樣子告訴你的時候 他真的會影響到選民的投票意向 所以這是為什麼他們要做這樣子的事情 那反過來說 我認為也比較可惜的就是 我們藍營其實這樣子的民調機構是很少的 大家注意看這些民調機構裡頭 哪些人是哪些民調機構 是我們藍營的一些 態度上明顯偏藍的人做的 很少 我覺得這一點是我們其實整個 藍營的這個朋友需要去 需要去思考 我覺得也是藍營的一些領袖 意見領袖也好 或者是政治人物也好 應該要去努力的一件事情 就我們可不可以也多做一些民調 來不要說去引導民意 最起碼去真實的反應民意 有效地去制衡這些虛假的民調 我認為這非常的重要 你看我們藍營的機構真的做民調 每一次出來只有什麼 國政基金會 可是國政基金會 它就是國民黨的智庫嘛 當然它的公信力 當然你就很容易說 它就是國民黨的民調 所以我認為我們應該要有更多的藍營的朋友 大家去想辦法 怎麼樣群策群力 在這一方面能夠有更多的人來做民調 去發揮這樣子一個效果 不要讓這些虛假的民調 去誤導大家的一些投票印象 因為雖然我們知道說 這個根本就是策略性的民調 這根本就是想要誤導選民 但是問題是很多人不會每天都看新聞 他就看到一個習近的標題 他就留下這個印象 那你再澄清他看不到 所以你就要不斷地通過別的方 跟他有一樣效果的新聞內容去引導他 我覺得這才能夠有效地撥亂反正 才能夠避免這樣子的民調 繼續地誤導民眾 你下載中天新聞網APP了嗎 我想和你分享一個 下載中天新聞網APP很實際的理由 你知道有些新聞在綠媒是看不到的嗎 沒關係綠媒不報的 中天買報 請立刻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和我們一起用真相守護台灣 多一個下載就有多一份力量 結束